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要受到严惩 这是日本网友们的普遍看法 有日本网友说的更狠 一种说法是提出应追罚超长兵役 既然是关国防 就必须狠狠的罚 可以免服兵役 这该是多么兴趣 东京FC真是抱上了一颗探手鲨鱼啊 既然要往最狠的程度罚 不如在拨读国脚资格的同时 追罚兵役 而且是超长兵役 还有一种说法 是请求东京FC也同时解故障行秀 544小时 单纯 你一天六小时计 就是91在 三个月 而服兵役的人 则在严格的身心约束和艰苦的训练中 度过21个月 相差七倍 考虑到这样的实际性差别 真不明白处罚所谓的弄虚作假 有啥意义 不过 他的行为显然背叛了国民和国家 纯属自私自利 所以说上述处罚都偏轻了 不如东京FC也把他解雇了吧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世界背上他曾利用滑铲时的一记手球 骗取了一粒点球 这次是被移并清算了 这位日本网友是满满的比喻了 也有日本网友再次质疑 其韩国的免兵役制度来 不管怎样 他还是得以免服兵役了 话说 这真的是多数韩国国民的希望吗